早上花蓮7.2级强震 全台游感 新竹县镇度有5级 造成多起创伤救护 屋内和电梯受困 以及建物受损 一名中学高一的男学生 也被教室天花板掉落砸伤了头部 紧急送衣缝合 学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地牛突然大翻身 民众拍下台北重庆南路高架桥 气机车摇晃 骑士站不稳情形 镇阳在花蓮7.2强震 新竹县游物极震度 那我们家是透天 那我们就是有听到好像有东西掉下来 就是觉得 而且那个震度真的很晃 然后又持续了很久 上一次感觉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小时候那个921的时候 那我觉得持续大概有30秒 就觉得就是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跑出去 还是要继续留在这边 就是有点害怕 新竹地区发生最大的震度 大约在五级 在竹北市跟关西镇有五级的情形 大多都是掉落物砸伤的案件 那一鸣中旬有一件 那目前患者 七件案件的患者都已经送医 强震让天花板吊灯不停旋转 也造成县力游泳馆 二楼水管爆裂 运力教室 木地板淹水 截至中午消防局共接货 竹北竹东坚实湖口汉关西 六件创伤救护 十四件电梯受困 五件落石 还有六件屋内受困 其中关系一名孕妇 极产送医 一名中学高一男学生 遭青钢架掉落砸伤头部 送医紧急缝合 校方宣布2700多位学生 预防性停课一天 距离921已25年再次发生 七级以上强震 引发民众恐慌 县内有九件建筑物受损通报 消防局提醒 余震陆续发生 室内室外都要注意安全